这是世界上导温性最强的庇护所 外面温度零下40度的时候 这个男人搭建的地下庇护所 里面温度近来25度 热的把环境天窗都敞开了 眼前背包而来的男人叫阿力 只因零花钱的问题和老婆大吵一架 一气之下大冬天跑来荒野讨生活 说好的没有三个月绝不回去 还好木匠出身的阿力 凭借这一双巧手拯救所有 你见过见在鞋锅上的庇护所吗 没有人这么做阿力却是第一个 洛阳铲子在他手里鼓动的呼呼声味 很快他就挖出个长方形深坑 还在中间给自己留了个棺材床 就是不知道睡起来落枕不落枕 随后他在地底下挖了个洞 直接通往地面 这样就可以省去搭建地炉和烟囱的时间 毕竟零下40度的天气 没办法完成太多的工作 接着他来到附近收集了许多枯木插进地里 给庇护所搭建框架 完成好框架后 他用枯木开始搭建庇护所屋顶 一根根长木棍砰砰砰定下 不一会的工夫棚顶完成 整好一片后 他用同样的方式又搭建了框架 给庇护所的主体也搭建了固定 接着他在中间预留的位置 安装好自己处理好的木板 给庇护所搭建一个天窗冲锋